联合国决定开战! 土耳其等国向美国开放领空,俄军叙事待发! 联合国决定开战! 土耳其等国向美国开放领空,俄军叙事待发! 最近联合国又热囊了起来,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正在对叙利亚要不要发动战斗展开热烈的讨论,其中有1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投票,让人难以相信的是,有12个国家都表示了赞同。 现如今美军已经在土耳其等地开放了领空,都不准自家的飞机经过这里,主要还是因为怕美国误烧到他们。 这个时候的美国可以说是很开心了,有联合国方面的支持,还有中东等国的开放领空。 这个时候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,当初表示和叙利亚一起进退的俄罗斯如今是怎么想的,会不会还是之前的想法呢? 现如今,美军方面也在积极地部署进攻路线,估计这次美国的进攻走向会是万箭齐发的状态,会在叙利亚很多的地方都发起进攻,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 就在美国那么积极的情况下,俄罗斯也没有显著,不止著大量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地区,果然俄罗斯方面也是很想诚信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